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九點半左右 在大埔翠平商場地下發生了一宗開槍事件 在警察不斷的挑釁和驅趕市民之下 最終演變成衝突 其實大家都不難發現 每次當示威浪潮有稍微冷卻的跡象 那群警察肯定會撥火助攻 挑起民怨 這次又是這樣 趁著聖誕假期前要凍結星火的資金 結果成功激起市民憤怒 令昨晚各區都有市民示威 說回大埔這宗開槍事件 最起先的版本是有一個傳媒收了哪一道風聲 不知道是否警察放風 就說有人計劃打劫這個找碗店 當然這個說法很荒謬 後來警察自己也否認了 為什麼呢? 那間找碗店已經關閘了 而且上了鎖 加上裡面肯定沒有人 如果他要打劫的話 肯定就要爆閘了 大家想想 在這個鬧市 人流這麼多的情況下 真的爆閘 你覺得他會不會有成功的機會呢? 第二件事 而且那個被捕人士是沒有蒙面的 有沒有人去打劫找碗店 是面也不用蒙的 任由閉路電視拍下他的樣貌呢? 所以打劫找碗店之說 肯定是荒謬的了 我們又看看警察的說法 而且逐個疑點去看看他 昨晚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的高級警司 李桂華出場 見記者 他說警方根據情報主導 針對一連串炸彈及槍械案件 在昨晚九點多發現一名目標的男子出現後 採取行動 但對方突然從腰間 取出一支P80型號的半自動手槍 並開了一槍 但那支子彈沒有擊中任何人 然後該名男子隨即就被便衣探員制服 然後他又說了 警方是其後持住法庭的搜查令 在翠平花園一個單位 搜出一支AR-15的長距離步槍 以及211飛子彈 其中61飛已經裝上去環形快速入彈器 其餘裝在另外五個彈甲 另外也搜出44飛的中空子彈 李桂華大警司說 相信有人會在稍後的集會當中 用槍來對傷害他人 包括警察 經過軍械專家檢驗後 兩支槍和子彈 都是可以使用和性能良好的 然後警察又說了 被捕的18歲姓蘇的目標男子 在去年12月底已經被警察 以涉嫌非法藏有槍械被捕 及後由懲教署來看守 今年2月底獲准保釋 但在今個月8日開始 沒有向警署報道 違反保釋條件遭到警察通緝 我們逐個疑點來看看 第一點 李桂華大警司說 相信有人會在稍後的集會當中 用槍傷害他人 包括警察 這個說法是極度可疑的 因為在昨晚你那幫警察防暴警察 去嘗試驅趕現場的市民的時候 你是怎樣說的 你是拿著麥克風大喊 說警方正在處理一宗嚴重的案件 與示威活動無關 然後就隔令市民從現場離去 你先頭在11點的時候說過 現場是有片為證的 有這些記錄 警察更改了說法 這些完全是自打嘴巴的 到底這宗案件是與示威有關還是無關 你11點多的時候就說無關 然後鄧炳強大署長連麥展豪助理署長 去到大埔出巡視察後 到凌晨2點半 李桂華大警司出來 就跟傳媒說 是說與這個集會和示威有關 那你是改變了說法 這些是自打嘴巴 好了 當晚來說 大埔區根本沒有特別的示威活動 最多的市民就去大埔中心唱歌 現在不是說要割席 大家都是尋找真相 你一口咬定就說與這個示威和集會有關 到底你憑什麼證據呢 當然有記者問到他 這個被捕人士早前已經因為非法藏口槍械被捕 為何警察依然認定槍械是與示威有關 李桂華大警司這樣回答 他說這是情報主導的行動 不便將詳情透露 哇 其實是你全都可以 你說收到情報 但是你的情報只能夠警察內部知道 不能夠向市民公開交代 還不是你全都說 晚上11點的時候就說與這個示威無關 到凌晨2點半就說與示威有關 這完全是你全都說了 到底那個被捕的人士 他什麼時候開始持有槍械呢 警察經常說與示威有關 老實說中大理大事件他都不用 可能他剛剛拿槍械 到底什麼時候拿呢 你不如公開交代吧 然後當晚又不是用的 當晚大埔根本上沒有特別的示威活動 然後他就把炮鋪鋪到處走 就被你拘捕了 那你不就叫市民相信這些說法 第二件事 他就說在翠平花園某個單位 檢獲到大量的槍枝和子彈 根據李桂華大警司的說法 他就說有法庭搜查令去查 即是說他一早收到的情報 就是發現過一個單位是有嫌疑的 他才拿好搜查令 好了 到底在這個單位裡的槍械 是否全部都是屬於被捕人士的呢 如果不是 那屬於哪一個呢 槍枝的主人是誰呢 你又沒有交代 是不是 然後被捕人士跟這個單位有什麼關聯呢 有記者就問他 是不是這個單位是被捕人士遭住或擁有的 然後李桂華大警司就回答 他就不是租住這個單位 跟單位的聯繫仍然在調查中 即是怎樣 即是說那個單位也不知道是誰 但反正你們就收到情報了 那裡上邊有槍 那我就去抓他 但是來講那些槍是屬於誰的 所以很難免有些人在網路上不斷說 到底那些槍是否有人故意擠下去的呢 我又不知道 接下來要講第三點 到底那枝槍是誰開的呢 那個飛子彈 先講講基本事實 事實上是真的有人開槍的 因為現場真的能夠檢拾到一個彈殼 是開槍射出來的 這件事只能夠在翠萍商場的閉路電視片段 可以將真相還原 因為目前沒有人拍到開槍的那一刻 包括那個食店的老闆 他也是聽到槍聲之後 才是飛撲出來的 其實他看不到開槍的那一刻 然後有人在巴士拍下的片段 其實也是拍不到開槍的那一刻 即是已經拍到的什麼片段呢 就是那個被捕人士 就是被警察制服的那個片段 被那些便衣探員制服了他 已經被壓著在地上 只能夠在CCTV 為什麼他一定能夠還原真相呢 因為就是在正的頭殼頂 就是拍到的那畫面 如果你也是不肯公佈這個閉路電視片段 去將那個真相向市民交代 我不知道就有什麼說服力了 而且根據一些媒體的報導 你那些便衣警員都有相當的嫌疑 為什麼呢 首先有一個目擊事發經過的市民 就說其中一個便衣警員 是將一把手槍放在地上的樹 另外有一個餐廳的職員就向記者表示 事發的時候聽到啵一聲的槍聲 馬上他就跑出店外邊 就看到有兩名便衣警員 將一名青年按在地上的樹 另外一名穿著短褲的便衣警員 就是握著一支槍的 他就開始害怕了 他就想把手袋放在袋上 又想抹紙毛 這些說法到底是堅定留 你看回那個閉路電視 便可以輕易坐 不用爭論 口同鼻爭論 別人就目擊了 別人就作出了這個見證 如果說別人是假見證 麻煩你把閉路電視片段放出來 讓大家輕易坐 如果你又收拾了 這些說法就沒得好說 第四點 警察就是一個嫌疑 你就有心報大件事 又找到鄧炳強大署長等 而且 昨晚李桂華大警司見記者的時候 這個記者就問到他 那支AR15的步槍跟警察使用的款式是一模一樣的 以後警察會不會加強應對示威者的武力呢 李桂華大警司這樣回答 他說如果在風險評估過後 有這個需要 就會配發武器或避彈衣給前線的警員 很清晰 你是不是想搞這麼多大農諷 就是想實踐你這個願望 我不知道 反正你這四大疑點 如果你不去著手解決的話 市民的疑慮一直都不會釋除 而且你閉路電視的片段 就是非常之關鍵 當然 有現場的消息所說 就是你那幫警察 你一早就已經去搶了 那你什麼時候才公佈呢 還是又好像831太子站的閉路電視片段 一樣收起來 不讓人看 如果你是選擇收起來的話 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因為超過一半的市民 給你警察的信任程度是零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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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